记者邱子柔屏东报道,万经圣母圣殿自建堂以来,每年12月的第二个周日都会举行圣母绕镜游行。 今天下午来自全台各地的教友齐聚万经,举行庆祝开交156周年主宝堂庆活动,其中今年4月重新启用的新平玉环教堂,也在睽違30年后首度组团参与游行。 今年圣母教绕镜活动在今天下午一点半正式开始,游行队伍绵延达数公里,全场超过5000人参加,游行路线行径万经,赤山两村共20公里,沿途热情民众放鞭炮迎接,玉环天主堂共有80人组团朝圣。 潘姓教友表示,当地有超过八成的居民是教友,除了参与游行活动,村内还可以看见村民们摆桌设宴,款待远道而来的亲友,平常宁静的小村落会在这个时候变得热闹非凡。 今年游行队伍参与热络游行过程鞭炮声不断,还一度发生了鞭炮火烧民宅屋顶的意外超取,索性火势很快扑灭,没有人员受伤。 文化处也表示,圣母游行适事并东线无形文化资产,全国天主教堂位阶最高的就是万经圣母圣殿,从书籍记载中还能看见,数十年前延山公路堂的教堂街会群聚参与朝圣,今年四月重新启用的玉环天主堂再次参与游行,也让人看见文化复兴的感动。